这里我们提供另外一种做法 我们先稍微把板面清洁一下 我们把板面清洁一下 我们这里要回忆一个动量与动能的公式 这个是一种技巧 动能它是1 2 mv 平方 那其实动量是mv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它上下同称于m 变成m平方v平方除上2m 除上2m分母是2m分子是m平方v平方 其实就可以看成是动量的平方除2m 这个其实就是动能和动量之间的一个关系式 可以用这样来互转换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直接把动能 就直接写成 就直接把这两个动能写成p平方去除上2 乘上珠子的质量 再加上p动量平方除上2m枪的质量 那为什么这两个物体的动量会一样 因为你看这一个式子 因为动量手和嘛 所以你的弹簧枪如果向右 有向右 珠子向右的动量 就其实就等于 我们弹簧枪向左的动量 它动量的大小一样 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嘛 一个是向右的0.8 一个是向左的0.8 对不对 一个向右的0.8 一个向左的0.8 那结果其实动量的大小是一样的 一正一负 但是平方完以后 其实平方掉以后都是正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比较快速的直接算 就是我们直接把动能 直接用这个公式 直接换成跟动量有关的形态 那这么一来 你就可以写成 2分之1k x平方 就会等于p平方除以2 我们把p平方除以2提出 那 瓜虎里面则是m珠 珠子的质量分之1 加枪的质量 1分之1 好 那这两个 我们就直接把数字带进去 珠子的质量是0.2 0.2的导数 就会是5 然后枪的导数 枪的质量是1 导数就是1 然后前面这里的 2分之1乘上立常数 2.4乘10的3次方 再乘x平方 我们这里的2分之1 跟这里的2分之1可以消去 那p平方 我们p刚刚也有算出来 就是0.8 对不对 就直接算珠子的就可以了 因为珠子向右的动量 就跟枪向左的动量 大小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里就会是0.8的平方 0.64 那5加1就是6 那左边这里则是2.4乘于10的3次方 再乘上x平方 好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同除以6 那这边就会是0.4 然后x平方就会是0.16乘上10的-3次方 那不是0.16 应该是1.6 1.6 0.4乘上1.6 就会是0.64 好 所以这里是1.6 那接下来就会跟刚刚一样 跟上一段影片一样 那我们x就会等于0.04公尺 好 所以这样是提供另外一个快速的算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动能呢 直接用动量来表示2m分之p平方这个公式 那因为今天它是从禁止向右向左动 所以它向右向左的动量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样子是计算上会比较简洁 分享给各位 好的